3月26号,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米卡拉·杰拉奇在博欧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 从实际情况来说,欧洲国家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希望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当地时间3月23号,中国与意大利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不用路 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的国家 米卡拉·杰拉奇表示,在过去10到15年当中 意大利和中国的商业关系是滞后的,当前意大利需要更多这样的协议 米卡拉·杰拉奇说,作为欧盟的主要国家,意大利想要做出表率 他确信,在签署谅解不用路后,其他国家都会跟着意大利走 米卡拉·杰拉奇也承认,2019年世界经济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如中国的增长,英国脱欧,还有中美贸易等 但他认为,意大利不会成为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Italy is not the uncertainty,we have join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will do more business with China and we will lea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o see the benefits for,again, decreasing the uncertainty that are around we all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big project